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今天是4月18日 星期四 又是美好的时光 可以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阅读和聆听 来自克雷斯 欧亚 克罗姆 故事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在真理中得建立 我劝你 第一 要为所有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浅 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 我们的拯救者的眼前 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并得到真理的知识 这是在提摩太前书 二章 一至四节 上面的经文中 翻译为知识的希腊文 是epinosis 意思是充分 准确或精确的知识 神 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 都能充分 准确或精确的认识真理 如果这不可能 他就不会这么说 这是他的渴望 这也是他为教会设立事工者和事工部门作为礼物的原因 他所给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是为众圣徒的完全 为福射的工作 为基督身体的造就 直到我们众人进入信心和神儿子的知识得合意中 达到完全人 达到基督的丰盛的圣量 以佛所书 十章十一至十三节 神 希望你在祂的话语中 构建并建立起来 直到你的信心和对神儿子的知识 达到如此高的级别 在主里成熟 并完全长大 随之你在基督里和圣灵的世上的成长 以及你在真理启示知识上的增长 你就能驾入环境 活在这个世界的原理之上 当你有了对真理精准的知识 有关基督的真理 以及他为了你所做的 并在你里面所做的事情 你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无尽的平安 喜乐和胜利的泉源 要认识真理 列如 诗篇87章 三节写到 神的成长 有荣耀的事 是指着你说的 然后 诗篇50章 二节写到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哈利路亚 神通过你来发光 而不是癌症 糖尿病 胜衰戒 贫穷或世界上任何负面的东西 你就是完美之美 当你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说 我知道我是谁 在我里面的他 比在那世界上的他更大 我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 因为基督活在我里面 在这些真理中被建立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辞给我关于你的话语 绝对的和准确的知识 远离假设 怀疑和不确定 我靠着智慧和知识的圣灵 尽心谢礼 在每一扇 扇功上都锁国累累 基督是我生命的荣耀 因着祂的恩典 我每天都在得圣中掌权 在耶稣的名里 阿门 弟兄姐妹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经文 彼得后书 一章二至四节 菲利门书 一章六节 哥罗西书 一章九至十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 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